在国家队是队友 在林丹没有转入北京队之前 林丹也是八一队的队友 成龙是代表福建参加比赛 因为从今天的比赛的情况来看 两位选手应该来讲会打得非常放松 因为这只是一场满球的明星表演 在这个世界语坛当中的论成绩的话 林丹当然是无与伦比的 林丹是唯一的一位全满贯的选手 也就是说在林丹的运动选拳当中 市井赛 市井赛与奥运会 包括亚运会 全赢赛等等 一些就是凡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比赛的冠军 林丹全部都拿到过 这个成绩应该来讲比成龙要好得多 不过成龙目前在中国的 宇宙王球男丹当中应该来讲 处在一号的选择位置 他的最佳表现就是在2016年的 李奥运会上 当时林丹在半球赛 输给了马来西亚选手李宗伟 但是在决赛中成龙是战胜了李宗伟 从而是获得了自己运动选拳当中的 沉甸甸的一枚金牌 而且这是奥运冠军 好 现在双方的比赛是将正式开始 现在是成龙的发球 我们看首先成龙是在进网处 林丹先是通过往前的这个小球 然后再采取自己比较拿手的这种 拉掉结合的这个进攻方式 尤其是林丹的这个底线球控制的还是不错 我们讲过就是这场比赛呢 双方都会打得非常的轻松 但是也正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呢 也会打出一些精彩的这个表演 林丹是判断这球是区别 我们第一个请问林丹 好球 成龙是突然一个头顶的批杀 放往前 林丹这样的球呢 都是通过这种高球的压底过渡 成龙连续头顶的回击 林丹下压 好球 林丹突然一个放对角 击个球 但是成龙在回底线球的时候还是出界 连续的两球呢都是造成了这个 将球呢直接送出了这个底线或者边线 成龙两次失误 林丹是再拿到一分 长长比分2比0 而且呢担任现场比赛的这个主裁犯的李永波呢 也会时不时的为现场的这个观众 介绍两位运动员的特点 以及刚才比赛中采取了一些主要的这个战术 林丹这球也是回到平线的 这个身位 1比2 但是球出界 比分现在1比2 现在随着这个年龄的增大 林丹在比赛当中呢 不会像以前像过多的采用这种大力杀球的这个方式 而是 抽准机会以后再使用自己的这个正拍打出击 林丹跟成龙一个比较大的区别点就在于林丹是左手直拍 而成龙呢是右手握拍 那么从技术能力上来讲呢 林丹的技术在于全面 但是现在由于林丹年龄偏大 这样的话对他的体力要求是比较高的 好的 林丹 这样林丹再得1分3分1 林丹 而且这是个反手 反拍的勾对角 将成龙直接是右到这个往前 所以在比赛中啊 运动员就是特别是优秀运动员 他非常善于利用这个球场的宽度 但是呢 会把这个对手呢 先打到某一个区域里头 然后突然吃一个反手 像这样的球呢 对于这些高手运动员的处理上都不一定太困难 相对显然有点4分8分了 放往前 好 成龙 后场高球 林丹是 我现在呢 看他这头也剪下 四比 成龙连续的反拍 估高球 林丹又是一个变线 后场 高球压底 林丹这已经是在今天比赛中第二次 中线这种高球压底 这个造成球中间 现在比分是3比4 其实林丹呢 利用这个场地的宽度 左右两个对角调动这个成功 打得还是不错 由于进行的是羽毛球的单打比赛 我们可以看到的运动员的场地的线 特别是这个端线呢 也就是我们讲的底线呢 是在最外头那条线 是单打的那个 单打的这个底线 那么边线呢是在场内 是在这条直线呢 回单打的这个边线球 像林丹这样的球呢 就是回到界内 球是直接压到这个边角上 我看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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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比分5比4 林丹在分数上是领先1分 好球 林丹好地出的 这是典型的临时的这个防守方法 连续两次 一般来讲呢 羽毛球比赛的时候呢 就是教练员并不是在场 这种倒地扑救 因为倒地扑救之后呢 你重新再起身 然后再进行攻击的话 对方已经早就做好准备要杀球了 但是林丹呢 在这方面来讲呢 是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这个方式 也就是说 他的这种倒地扑救的这个方式呢 跟进攻是容易体的 所以呢 他倒地之后 都能够马上起身 并且能进行有效的这个扑进 那李永波李知道也是挺幽默的在场上 为观众朋友做的这个介绍 刚才讲到就是林丹那个倒地扑救 呃 强调过林丹以前这个倒地扑救 那是一个进攻的前奏曲 而现在呢 由于他年龄比较大了 这个呃 体力上的消耗 所以呢 这种倒地扑救更多的只能做一个过渡 就是做一个防守的过渡 就是这块球 林丹丹 头顶上先是下压 好球 直接刷一个大级线 这样林丹是不就不见 上上比上六比一股 八八球 八八球是五比六 成龙的八球 五比四 五比六 这场比赛啊 虽然是场表演赛 但是呢 两位选手打的还是非常的认真 并且呢 开赛之前的时候 李永波指导呢 已经多次给现场的观众做个提醒 也就是说看这两位选手的比赛呢 更多的是要看林丹和这个成两位选手的这个防守 我们的步啊 这才是要欣赏的要点 比分现在七比五 林丹又是放往前短球 造成的球下往 没有 将手打过去 下后场 又是勾往前对角 然后林丹直接 上往 好的 这个就是林丹自己在进攻当中呢 主动采用这个前往前跟后场的这种结合点 八比七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林丹只用两步 就完成了整个的这个后场到前场之间的变化 就完成了 又是放往前 然后呢 成龙是准备压林丹的这个头顶位 但是给的球呢 太过于靠外 结果造成了球出电 你看林丹 就是成龙的这个挑后场呢 这个球已经是走这个直线了 有些动作 你该学得别学得到 比分现在9比8 10比7 10比7 现在还是林丹的发球 接球直接是一个回挑 是我男主人 他在做 我这么一说林丹以为他就这么做 8比10 那边会说 哎呀 哎呀林丹 这连续两个高院球是压底 结果 也是初见 他们俩今天谁赢了谁是下球 也会冠军啊 哦哎好的 你看成龙这一球也是突然一个施放的占线 而且他往前的转球 这样比分是11比9 成龙是在这个进入到暂停的时候 现在比分是9比11 暂时落后林丹两分 那么羽毛球比赛呢 自从改成这个美球得分制的 这个积分规则之后 确实在某些的这个项目当中呢 是有效地缩短了整个比赛的这个时间 加快了比赛的这个节奏 但是呢对于高水迷动员之间的这个较量 实际上呢这种改动呢 可以感觉好像意义不是那么太大 因为呢正常情况下 两位高手之间的这个对决 美球得分制 正常情况下 一场比赛也要打一个半小时左右 三好开始 现在比分11比9 11比9 现在成林丹的发球 你看又是用反拍 对方后场的高球 成龙直接正手 好球 你看林丹这个头顶下压 直接是刹斜线 而且球给的角度比较大 12比9 这个实际上都要求运动员在场上呢 不仅仅是一种意识 同时呢你的这个反应和跑动 都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这个层次 您呢防守球 就是下压 你看这直接一个点杀 13比9 我们是一个选手有的时候喜欢全力用力去刹斑 其实当你用力的时候 对方是可以判断的方法 像刚才林丹那种动作很小的硬币 所以说不是很用力 但是更容易接 13比9 成龙连续地压林丹的这个头顶位 然后再突然一个变线 这个确实如果打成的话是能够调动 全场调动林丹的 但是可惜的是失误 就让林丹再得1分14比9 然后再和这个林丹的这个较量当中呢 我们看到成龙也比较少采用这个中杀的方式 而是就是通过这种和林丹磨基本功 打拉掉结合 让林丹回旧下网10比14 10比14 双方斗往前小球 现在林丹这球判断准确 对方是高球压底 又是一个直接反拍 收对方的对角 11比14 11比14这球没有能够勾过键 这球好像是键内压边 这样成龙是再拿回1分12比14 这个就是手腕和力量上的变化 其实羽毛球比赛呢 现在我们基本上已经很难看到这个大砍大杀的这种场面 虽然在男子双打比赛中 由于他的这个比赛性质 一发球就处于这个短兵相接 会打得节奏很快 而且呢也是大力重杀的这个场面比较多 那么在单打这方面来讲呢 现在相对大家是采用比较巧的这种方式 就是通过落点和线路上的变化来控制对手 直接用这个大力重杀 虽然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士气显得旺一些 同时呢也能够激起现场观众看球的这种热情和这个情绪 但是毕竟来讲这种做法呢 体力上消耗很大 陈龙又是先通过压林丹的这个头顶位 这是一个过渡 然后呢再把这个主动拳放在自己手中 但是林丹也是直接反陈龙的头顶位 陈龙头顶又是直接向下压的时候造成的球下网 林丹再拿到1分16比12 16比12 在回球当中两位高手都是尽量控制对方的头顶位 好的 林丹这一拍中杀 连续两拍 又是放往前小球 这回有机会直接杀对角 哎 好的 这是运气球 从弹网之后落区 落在这个陈龙的这一侧 17比12 你看当然林丹这个球 如果说是没有弹网的话 他直接杀一个大斜线 应该这番也是稳达的 陈龙已经被调动到场区的这个左侧 右侧是很空的 而且林丹刚才很明显 就是在往前走斜线 又是这回往前的这个小球 也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林丹准备放网的时候呢 造成的下网 13 13比17 第一局的比赛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这个阶段 新技术年还不是很熟 现在14比17 14比17 成龙发球这应该是个失误 因为发球是要发到对方的接发球区域内的 而成龙刚才这个球的这个落地的这个落点呢 在这个接发球区的这个前端 所以这个发球是尾利 直接丢分 林丹再拿一分 19比17 19比14 19比14 因为通过这样的进攻已经把这个林丹完全给调动开了 现在是 现在应该是19比15 成龙是提出请求换球 大家都知道 成龙因为上个星期的香港比赛的时候 因为节目受伤 推出了比赛 但是呢 为了给大家 很多前段精彩的比赛 还是在上海 这个阶段上 来 刚才这个 刚才杀球还是 还是挺重 见不到吧 成龙说 喜欢看到了 大家这么多的观众喜欢 我们来看比赛的 就感激一下 好 继续比赛 15比19 好的 好的 你看林丹 先是通过往前的这种放网之后呢 逼迫成龙呢 回出一个高块球 那么林丹正好是形成了这个斜线的直接截杀 现在20比15 林丹已经是手握第一局的局点 手握五个局点 放往前 你看 先是放往前 然后调后场 再接着走往前 就前后调动这个成龙 现在看成龙能不能把握住战机 帮往 帮往 林丹 高球过度 你看这一球呢 林丹这个力量上 应该来讲很难跟得上去 16 因为他并没有处于往前 他的位置呢 是在这个接发球区域的这个后端 而且又是反手的这个 有点像勾斜线的这么一个味道 力量上没有能够跟上 推往前 林丹又调后场 这球应该是林丹出界 这样成龙是再拿回一分 今天两位选手呢 在这个高球压底的这个控制上头 似乎好像都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状态 林丹是先后两次十五 成龙是先后三次 林丹的机会 但是 现在他还是采用这个高球过度的方式 要是在林丹的这个巅峰之期的话 这球肯定是起跳 直接是杀截线了 林丹杀截线好的 这回是将对方压到这个场区的这个左侧的时候 突然一个变现 杀截线得手 这样二十一比十七 林丹杀截线好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倒地的副救 这样双方是在拿下 白天的气温也就是二十二三度 晚上的这个气温会更低一些 但是现场的这个观众 来观看比赛的人数也比较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也看到林丹克成龙 也就仅仅打了不到半个小时的这个时间 但是身上已经被汗水浸透了 成龙在第二季的比赛 加强了落点上的这个控制 因为你要用力量去控制林丹的话 那么正好是郑重林丹的下来 因为林丹的这个个人技术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现在林丹唯一的问题就是 由于年龄偏大 这样的话在这个比赛过程当中 会比较早的出现这种体能极限的这种情况 而运动员出现体能极限的话 他在场上会出现反应比较慢 或者说是脚步拖沓 无法进行那个比较好的正面进攻 这种情况呢 有些优秀运动员呢 比较短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体能极限给挺过去 这样的话立刻就能够恢复常态进行比赛 那像林丹这样的话 他一旦出现体能极限 他要恢复过来的话时间会比较长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 就是在最近的一两年的国际比赛中 林丹的成绩呢并不是特别突出 以前是谁要战能够赢了林丹 那是一种梦想 或者说那是一种比较大的这个荣耀 那现在基本上在国际比赛当中 能够赢林丹的这个选手呢 已经比较多了 林丹实际上成名非常早 他在2004年之前 就已经是世界的一号选手了 当时林丹才仅仅是23岁 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在2004年的这个雅典奥运会上 林丹是遭遇了一轮游 输给了新加坡选手苏西洛 但是呢林丹表示就是说 虽然比赛输了但是他并不服气 他觉得是自己的这个发挥有问题 对方并没有就是赢过自己的这个实力 经过了四年的卧薪场赛之后 林丹呢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一战成名 并且呢或者说是这个一战夺冠 在决赛中击败了李东伟 那么在12年的轮动奥运会 继续和李东伟在决赛中相遇 结果林丹2比1击败了李东伟 那么到了2016年的里游奥运会上 林丹也是再度出战 连续四届参加奥运会 但是林丹最终是止步于半决赛 他在这个半决赛中是1比2 输给了马来西亚选手李东伟 并且在争夺第三名的比赛中 输给了来自丹麦的选手安塞尔森 也就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安塞龙 那么作为这个成龙呢 他在一系列的国际性的比赛中 有的时候感觉到 包括像中国羽毛球大事赛等等的 成龙都会出现关键时刻 拿不下抢手的这么一种情况 所以呢 给大家感觉成龙不是那么很稳定 可是在16年的里游奥运会上 成龙是终于为自己证明了 他最终在比赛中 半决赛击败了丹麦选手安塞龙 并且在决赛中 战胜了马来西亚选手李东伟 从而拿到了自己运动手上当中的 第一个奥运会的冠军 今天两位奥运冠军 也就是两位选手在场上呢 他们的身份是三个奥运冠军 林丹是两个 成龙是一个 但是林丹呢 比成龙更伟大的地方在于 林丹先后四次参加奥运会 现在方方已经打成5比5 在这个第二局的比赛 成龙开始通过一些有效的 这个落点控制 拿下了一些比赛主动 你看这一球呢 就是直接 直接下压打林丹的后场 或者没到那个底线的时候 才能够马上就会被对方进攻 所以你们练续练的时候 也要这样练 6比6 双方打成6比6平 其实有的时候林丹和成龙这个交手呢 会回给对方一些质量 不是很高的半高球 你像这样的球 没有形成高球压底 而且呢又在成龙的这个正先方位置 甚至球还没有回到成龙的头领位 所以成龙的这个直接下压之后 他的这个进攻的线路就很开 想怎么打都可以 而且力量也能用得上 7比6 现在7比6 成龙再领先一分 勾对角 成龙准备放往前 结果是下瓦 7比7平 双方打球 7比7 成龙还是比赛的时候 那个问题 就是失误会偏多一些 当然在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 就第一局局间休息的时候呢 李永波指导呢 给大家做了介绍 就说最近这段时间呢 成龙的身上的伤势呢 不是那么很乐观 所以呢 包括像在这个香港羽毛球公开赛 这种级别比较高的 这个公开赛当中呢 成龙还选择了这个退散 肩部的伤 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这种恢复 成龙和林丹相比呢 成龙有他的这个身体上的优势 那就是身高 林丹的身高1米78 那么成龙身高呢 1米86 所以有的时候呢 对于高球上 就是在高点上的控制球 包括一些线路上的变化呢 这个成龙会打得更开一些 林丹连续的两次被对手压住 压住头顶位 建美 放八球 刚才成龙回到这个后场的高球压底呢 也是顺便压林丹的头顶位 林丹判断失误 但是作为这种正手大力的这个杀球 刚才成龙是做好了平后的准备 但是回档低拍之后 准备上前进行往前的这个封网 结果林丹抓了机会 又是一个针对半场的这种高快球 直接是杀球 9 B9 现在双方打成9B9平 第二局的比赛的争夺 明显的比第一局要显得更为的激烈一些 正龙回球出界 这个出界非常明显 出的边线 10B9 现在马上又要进入到第二局的这个攒充 呃 羽毛球比赛采用21分之后呢 就是当双方的这个分数 达到11分的时候 比赛是进入到一分钟的攒充时间 这个攒充时间呢 呃 从排球 从排球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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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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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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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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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 陈宏拿下这一分 那现在首先来讲 陈宏就不能再失误了 刚才陈宏是失误的一拍 走往林丹 这是从背后的捞球 半发球 这样20平总算是 如着李永波指导的愿 20比20 林丹加油 现在20平 林丹推往前 结果是平推 造成的球下往 21比20 现在反而是成龙领先一分 这样李永波指导可以直接判成龙 发球得分就行了 结果成龙又是挑后场 结果斜线球球出界 21比21 21平 现在双方21平 林丹头顶 又是往前 这球 这球 戒内 林丹这球压底是压得非常漂亮 好 二十二比二十二比二十二 二十二比二十二 林丹的杀球 又是勾对角 这球我帮李永波也得说 这个裁判想帮你成龙也没办法 你说这一分 23比22 拿的是堂堂正正的 室友 打得非常漂亮 林丹 在青沙一拍 放往前 这个全球往前斗小球 又没斗过去 李永波 谢谢大家